喂喂 大家好 這個系列我就會抽 Love That Robot 第三季 其中幾集我覺得比較有意義的集數出來講講 繼第一集的三個機械人 人類是死於人類 以及第二集的差勁旅行 人類是死於自私之後 我今次是會介紹第六集 蟲群 那今次人類又會死於什麼呢?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一起來看看 故事就是講述人類在遙遠的未來已經可以進行星際旅行 當時人類已經跟不同的外星種族進行了邦交或者交易 而男主角就知道在外星那裡就有一個種族叫做蟲族 他就一心想去到蟲族的巢月去拜訪這個蟲族 他就利用了跟一些其他外星人的關係 令到他可以進入這個蟲族的巢月 而當他進入這個蟲族的時候 他發現原來有另一個人類的女博士 原來已經在這個蟲族進行研究了 在他跟女博士聊天的時候 突然之間有一隻蟲就咬了男主角的腳一下 女主角就跟他說不用怕的 他只不過是把你的賀爾蒙帶回給蟲族的女王 這樣蟲族就不會把男主角的外來物 當成是外來入侵者那樣殲滅了 因為以我對這裡的理解 基本上整個蟲族你可以當他是一個大型生物 而裡面的小生物 即那些蟲族你可以當成是一些細胞或者抗體 任何的外來物都會被這些細胞和抗體所剷除 正等於如果有病毒要進入我們的身體的話 我們的免疫系統都會作出反應 例如發燒或者去抵抗這些病毒 而女主角就說整個蟲族其實是分開很多不同的階級 但是他找不到有哪一個階級可以用語言溝通 但是在幾個共生體上面 他反而是可以用語言和他們溝通 那麼他相信這些共生體 原本就不屬於蟲族體制內 他們應該是一些外來物種 因為一些因緣際會之下 不知道為什麼入了這個蟲族的巢穴 那就決定留下就不再走出去 而這些外來種族就在蟲族的巢穴裡面 生活和繁殖 所以就成為巢穴的共生體 而這些所謂的共生體 他們會叫做寄生蟲 而女主角就發現 蟲族裡面的原生階級 是有幾百個不同級別的階級 而每一個階級 他是負責一些不同的工作 例如有一些會餵捕這個BB 例如女王是專門去生育下一代 又例如有一些士兵蟲 是專門去抵抗外敵 而在這數百個不同的階級之外 他發現了15種不同的寄生蟲 之後男主角就很快表明 他來到這個蟲族巢穴的來意 原來男主角是看中了蟲族 可以為人類提供各種不同的資源 在劇裡面他沒有說明 他想利用蟲族去做什麼 但我估計他應該是想利用蟲族 提供不同的人力資源 例如一些需要體力勞動的工作 男主角就想著如果他可以駕馭到蟲族的話 以後人類就有無限的奴隸給他們奴役 在這個位置男主角是持不同意見 男主角就認為這些生物 其實基本上就等同於是 organic 的機械人一樣 這些蟲族其實他們沒有自我思考 因為唯一有自我思考可能只有 女王階級又或者是大老階級 而其他階級是沒有自我思考的 全部都是聽命於女王的指揮 所以在男主角的眼中 他們只不過是有血有肉的機械人 而女主角的角度就認為 這些蟲族這些巢穴 在銀河系裡面已經是存在了幾千萬年 而人類的歷史連他們十分一都沒有 他們不應該成為人類權力鬥爭的棋子 他們也都沒有義務成為人類的奴隸 人類也都沒有權利去奴役這些蟲族 但男主角當然不是這樣看 他的看法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 只要他做的事是可以幫助到人類變得更加發達 哪怕是只有一天都好 他都會義無反顧地去做 之後男主角很快就向女主角透露了他的計劃 他計劃就是拿一顆可以成為女王的蟲卵 然後將這個蟲卵拿回地球 培養屬於人類的蟲族巢穴 之後再利用女主角研究出來的蟲族賀爾蒙 人類就可以成功控制到幾百萬隻蟲族為人類服務 不知是異性相級還是什麼原因 女主角很快就被男主角說服了 他就打算幫男主角進行這個計劃 之後那些老土劇情 男女主角很快就感情升溫 又博夜又成這樣 轉接位就是有一天突然之間 有一隻寄生蟲就跟男主角說 女主角不見了 然後就引男主角去其中一個地方 男主角跟著那些寄生蟲去到那個地方之後 就發現原來有大量的戰鬥蟲已經在等男主角 戰鬥蟲很快就把男主角制服了 然後還把男主角帶去一個叫大腦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看到大腦已經捉了女主角 然後還搞到女主角不似人形 把那些觸手插到女主角的身上 然後女主角的頭又被人割開了一半 然後腦露了出來 然後那些觸手插到腦那裡 相信大腦已經控制了女主角 以及已經吸收了所有的記憶和知識 這個位置其實有點像異形聖約裡面 David利用伊莉莎白的身體 開發出異形 而大腦因為吸收了女主角的記憶 所以他就知道男女主角 其實是想複製一些重續 再帶回人類世界 成為他們的奴隸 而因為男女主角一系列粗躁的實驗 引發了重續巢穴的一些基因程序 而這些基因程序就衍生了大腦這個階級出來 去應對一些危機 而大腦就說 其實蟲族巢穴以前已經經歷過 無數次被外族入侵 每次外族入侵的時候 大腦這個階級都會應運而新 相信他就是說那15種寄生蟲 記得一開始的時候 女主角不是說有15種外來的寄生蟲 是懂得語言的 而本身的原生蟲族是不懂語言的 而大腦也說 因為他知道人類在幾百萬年之後 就會發展到來到重續巢穴 來到和重續競爭 那這裏 男主角有個位置都蠻好的 他說 可能不用幾百萬年 我們就來和你競爭 但是大腦也蠻串 他說 可能不用幾百萬年 你們人類就自己毀滅了自己 那大腦在這個時候就解釋 為何會有這麼多外來物種在 原來每一次有外來物種入侵巢穴的時候 大腦都會抓了那些入侵者 然後將它留在巢穴裏面 之後再培植他們 那重續就可以知道外來者的特性 和優點缺點 而這些寄生蟲本身他們是不知情的 因為他們在這個重續巢穴裏面成長 繁殖 繁衍他們的下一代 對他們來說 重續巢穴已經是整個宇宙了 他們是從來沒有出過重續巢穴以外 也都不知道巢穴以外是有另外一個世界的 在這個時候大腦就說 為了要好好地研究人類 以防人類將來會侵略蟲族 所以大腦就打算用男女主角來繁殖人類的下一代 就好像其餘那15個外來種族變成寄生蟲一樣 人類將會成為蟲族的第16個寄生蟲 無論男女主角和不同意都好 女主角無法不同意 因為她已經死了 男主角就算不同意都好 大腦都可以將她殺死 然後控制女主角這樣控制她 然後再繁殖人類的下一代 之後他們的下一代就會 永世地留在蟲族巢穴裡生存 成為寄生蟲 然後最後影片呢 男主角就留下一句 說我會接受你的挑戰 那這句說話的意思就是什麼呢 因為男主角相信人類是不會甘願被奴役的 是不是有些諷刺和矛盾 在這部分我就想說一下 在今次這一集裡面 我有些什麼可以分享給大家呢 首先我想說一說尾 我怕我自己不記得 男主角他認為人類不會甘願被奴役 其實這個位置我覺得有點矛盾 亦都突顯了人類的那種自大 因為男主角相信人類是不會被奴役 但是人類又不停地周圍奴役其他人 包括人類自己本身 包括其他不同的種族 又或者一些人類創造出來的物種 例如機械人 生化人 而這方面亦突顯出人類的那種自大 沒錯 今集人類就是死於自大 因為人類一方面不停地奴役其他人 或者其他事物 但是一方面又覺得自己不會被甘於奴役 還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男女主角呢 我不知道是巧合得那麼巧 還是應該是有些原因的 兩個都是黑人來的 而他們的祖先呢 在解放黑奴之前 其實是被人奴役了幾百年 現在他們照樣去做同一樣的事情 不過他不是奴役回人類 他是奴役其他不同種族的物種 你想一下他們的祖先 是經歷了多少事情 才可以廢除奴役制度 但是那邊商過了幾百年之後 他們就去奴役其他物種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有些諷刺成份 還有我也想說 其實喜歡奴役人這個天性 就不分種族 我覺得這個動畫是想說 奴役其他物種 不是一個個別種族的天性 不是說白人特別喜歡奴役黑人 或者喜歡奴役其他種族 而是奴役其他物種 根本上就是人類的天性 還有另外一個point我想說的就是 男主角原本的計劃就是 將蟲族帶去人類的社會 然後再建立另外一個蟲群出來 人類就可以奴役這一班 他們建立的蟲族 主要是想利用這一份資源 包括可能是一些勞動力資源 又或者包括他們那個物種 可以做一些人類做不到的物質出來 在人類資源這方面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古文明 叫做蘇美爾文明 在蘇美爾文明的神話裡面 其實人類就是另外一個外星來的種族 創造出來的人力資源 我大概就講一講 幾千萬年前就有一個種族 就在外星來到地球 然後那種種族就稱呼自己做阿洛拉奇 因為阿洛拉奇那個星球 是缺乏金這種元素 然後他需要金這種元素去修補他們的大氣層 然後他們在宇宙旅行 就發現地球這個星球上面 吻含大量的金 他們的飛船就落到地球 但是就沒有足夠的勞動力去開採那些金 那他們怎樣做呢 就是找一些地球上本來已經有的物種 然後再加上他們的DNA 製造出一些能夠聽懂指令 又可以提供足夠的勞動力 經歷了多次的嘗試和失敗之後 就終於創造了人類出來 之後的故事和細節我就不講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在留言告訴我 將來有機會就會開一集 是專門講蘇美二文明和阿洛拉奇 還有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我們自己本身 可能其實跟從族都是沒什麼分別的 都是被教育成 有足夠的勞動力去推動這個社會發展 但是又不容許我們有過份的思考 追求過份的自由 大家還記不記得第一集的1%精英 控制著99%人類的資源和財富 而那1%精英最想我們就好像從族一樣 什麼都不會問 只是他們叫我們做我們就做 現在不是有個定義很流行叫寫速嗎 某程度上來講 從族的原形就是寫速 最後一個項目我想說 就是動畫曾經有提到 從族在人類的眼中 其實只不過是一些 是一個自然的機械人 其實這個故事 他側面再想描寫和封刺什麼 就是都是AI和機械人 人類妄想可以創造一個種族出來 即不理它是AI也好 又或者是從族也好 他們自以為自己有足夠的聰明 可以凌駕這些物種 但最後他們都是反被這些物種反殺的 即是例如你看到的故事裡面 最後本來人類想著奴役這個重族 但最後反而是被重族奴役回人類 就等同於如果我們再繼續開發這個AI 我們想著可以奴役AI 或者將AI機械人 成為人類永久的勞動力 但只要有一天AI發展到 有自我意識和自我學習能力 他們就會發現其實人類 是地球不需要的物種 天生的劣根性又很多 所以呢 其實他最後拍攝人類的自大 最終都是會招致人類自己的滅亡 那今次我們就講完這一集 不知下一集 人類又會因什麼而死 希望你們給多點Like Comment 這樣YouTube才會幫我推些片 上去熱門給多些人看到 有多些人支持我 我才有動力去製造下一集的影片 還有如果覺得好看 請Share給你們的好朋友看 那今次的影片就是這麼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喂喂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Like and Share 留下你們的堅設性留言 還有Subscribe我這個頻道 按下旁邊的鐘仔 那我下次有新片 你們就會馬上第一時間知道的了